老人手舞舞蹈 小孩活蹦乱跳 老少嫌疑 皆大欢喜 这两个成语是马里兰州Kadensville夏季树林音乐会的最佳写照 音乐会在路尔门剧场举行 从5月底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后开始 每周末两天有不同的乐队现场演出 一直到9月初的劳工节才结束 今年有多达25场表演 而且全部免费 树林音乐会很有意义 这是把大家聚拢在一起的好办法 很多家庭一大家子都来了 邻居 朋友都在这里碰上了 孩子们到处玩耍 这个活动全靠义工才能进行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赞助厂商捐款和免费演出 这天 舞台上乐队Apalooza卖力热情地演唱经典摇滚歌曲 团员们的年纪足够当上爷爷了 他们可不是什么小鲜肉或俊男帅哥 但是照样大受观众欢迎 来这里享受音乐会的人老老少少都有 真好能看到观众这么多元 而且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来看我们表演 这里是户外 很开阔 树林让演出更有灵气 这里是表演的绝佳场地 音乐响起 人们似乎忘了病痛 忘了年纪 忘了盛夏高温 在这里没有当今世界的纷扰不安 有的是和谐 愉快和社区的凝聚感 这也难怪25年来 这个树林音乐会能历久不衰 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 马里兰州Katensville报道